有一個特色,網路上提供還是直接在上面call,call XML 檔 不過XML其實做這個Layout還蠻辛苦的,很多東西做不出來 用圖形畫拖一拖拉拉就做出來了,比較簡單 再來是程式部分,那我的程式部分基本上,我跟各位講過 反正你們將來就是,我已經把它變成一個公式了 以後你就套公式就做出來了,一定都會有幾個部分 一個是什麼,宣告,然後連結事件,反正就是這三個步驟就做出來 我做的部分基本上,這裡要怎麼去完成,我們來看一下 第一個呢,程式部分當然一樣,這個部分就在我們的專案裡面會有一個這個 你們名稱不見得叫這個,我是用3.7的版本做出來的 所以名稱的話呢,我的專案名稱叫TouchEX 然後呢,Source裡面會有一個叫TouchEX的Activity.java的這個檔案 那我把它打開來,打開來之後的話呢,我想接下來以後慢慢你就要習慣了 那宣告的話一定是在這個Activity,Extend Activity下面這個地方 那我習慣宣告在上面,當然有些那個書裡面,或者是有些人 習慣把它宣告跟連結放一起,就看個人習慣啦 我是覺得放上面,比較不會出問題 因為放在上面的話,如果你好多個方法存取的話 放在上面,大家都可以共同存取 你就不需要去顧慮到,可能有些方法存取到,可能有些方法存取不到的這些問題 所以我的習慣是放在Extend Activity這底下 那因為我會用到兩個,一個是什麼呢?一個是這個Linear Layout 那這個Linear Layout就是我畫面上面的這個Touch對不對? 所以呢,第一個會用到這個物件 第二個的話呢,是一個Test View 所以名稱的話呢,我一個叫做Linear Layout 然後另外一個叫Test View 那當然你也可以把它縮短了,你也可以叫什麼L01或者T01 反正你也可以縮短,只是說你底下的名稱要對,對得起來就好了 那這個部分呢,書裡面也有它的寫法 不過書裡面的寫法跟我的寫法,各位也可以參考一下 不太一樣,我還是比較習慣我自己的寫法 所以我會把它重新再寫過一遍